接下来我们分别按照题目要的要求 逐一的把它完成 那今天的话这一题请各位也是在做一个变化题 这个变化题呢 就是把那个王小明改成你的名字 然后把它稍微改一下 另外的话里面的样式你可以做变更没关系 比如他要的图示 假设是新型 你可以换成别的形状也没关系 或者是说你要做一点布景主题的搭配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稍微改写一下 那主要就是说 简单思考一下你到底 我是 我有 我能 像他这个新制图里面有没有他有这些能力 那你稍微把它改写一下 OK 把一些重点提出来 那想想看你有没有什么 如果没有实际上想不出来 你大概把 试着 就是 把这个填满就对了 OK 那当然越多越好 老师我能做的事很多 没关系全部把它列出来 OK 你不要讲 讲那个我能的 那个如果大家都可以的 你就其实可以不要 他那个能的话是说 你只有 你有一些特殊的技能 OK 想想看 然后稍微做个变化 所以今天有一个变化题 就是请各位把这个简报 102 把它改成102的变化 首先的话 接下来 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把那个新制图的节点把它存在存文字档案里面 然后呢 再用什么呢 一个投影片 一张 一个节点文字的方式汇入到投影片里面 那特别注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会有一个文字档 特别注意这个文字档不是乱打的 首先如果一个节点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假设呢 你要下一个节点 这边记得 这边前面有个空白 这个空白 不是随便按空白键 这个是按Tab键 这个是一个Tab键 TAB键 有没有 OK 那一个TAB键的话 指的是下一阶 所以如果假设你将来 要做简报之前 你想要就是在文字档上面先构思的话 那很简单 你就先在这边打上每一个 中间换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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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 我们如果要把它放到简报里面的话 很简单 记得有一个功能就是 在PPT打开之后的话 这边有一个星头影片 星头影片 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箭头 右下角 那请你点选右下角这个箭头 然后你可以看到 你要的简报其实不是 不是上面这几个 而是下面这边有没有 从大纲插入投影片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是一个文字档的话 那你可以先存档 存成.tst的档案 然后呢 再从大纲插入 这个投影片 那这个时候的话 请你找到102题 里面就会有个存文字档 也就是说呢 它支援这些档案 包含就是什么 包含就是 如果你存成tst 它可以OK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什么 Doc也可以 也就是说呢 Word档案也OK 所以基本上 比较常用就是 你可以把它 构思的时候呢 打在 记事本里面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它打在 Word里面 也一样可以汇进来 OK 其他还有什么 大概这些啦 其他比较少用 像RTF 这个应该 各位比较少用 大概是这两个 打的方式就是 换航就可以 所以选它 插入 你会发现 它就按照我们刚刚的这个排列 可以帮我把它汇到 这边里面来 那你会发现 汇进来有哪些地方 比较要特别注意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换航 一个换航表示一张投影片 一个换航表示一张投影片 那如果说你这边有一个TAP键的话 它汇进来之后会变怎么样 它会变成 这个是第一个 它会把这两个 放在同一张投影片里面 类似长这样子 那另外这边不是有中打 这边一样一个TAP键 所以你会发现中打速度 跟50分钟 它也会把它放在 同一张投影片里面 所以就是说 将来如果你要构思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打在一个T4本里面 那如果说你假设 两个东西要放一起的话 那记得 这个跟这个 中间只要加一个TAP键 那如果 假设后面还有的话 没关系你再按一个TAP键 那它就会帮你把它 放在同一张投影片里面 大概是这样子 你把它存档的时候 存在.tst 再位给PPT就可以了 OK 好 那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它要做什么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呢 所以 你们也可以做变化题 所以待会可以试试看 自己 在记事本里面打一些文字 然后把它汇到那个 PPT里面 看看会不会成功 然后思考一下 然后 再来的话 接下来 我们第二题 它要做什么 我们汇进来之后 他说呢 请在那个投影片一 王晓明之后 新增一张新的投影片 那版面的话 是only content 版面配置 然后变成投影片二 所以 新增投影片在哪里 在这一张后面 所以这一张的后面的话 一般习惯是这边点一下 我自己习惯是这边点一下 也就是说我希望放在 王晓明的下一张投影片 那你新增 新增投影片的话 他会问你说 你要哪一种投影片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什么 一般是空白啦 或者是标题啦 或者只有标题 其中有个only content only content的话 只有内容 我们看一下 点一下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边就有个only content的 投影片出现了 那里面当然你可以按照你要的是表 插入表格呢 还是插入图 你可以再做后续的处理 不过现在他后面好像没有特别讲到 那就投影片二就OK了 然后他是希望说能够在这边输入什么 我是 我有我能 三段文字 在同一个内容 版面区域里面 并且设定编号123 所以就长得像这样 然后呢最后呢 字缘间距加宽 非常宽松 所以我们分别完成 所以only content之后的话 接下来 你就游标放在这边之后 然后他说要打 那个三个字 三个文字 那我这边刚刚已经把它打 其实没几个字 我是 我有我能 然后呢把它输入到这边 所以你把它输入上去 输入上去之后的话 然后 接下来因为他有多一个enter 所以就会多一个换 多一行 然后呢 接下来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他说要做什么 把这个上面前面呢 多做一个 有一个 1点 2点 3点 这个地方特别 他这边有特别强调 不是叫你自己打 而是 要利用编号功能 所以呢你必须选取他之后 找到那个编号 编号在哪里呢 在常用里面 这边不是1234 有没有 所以点他一下 他就会1234 不是自己打 如果自己打 这个是 不是正确的 OK 好 那再来的话还要做什么呢 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OK做 然后再来做 全部文字的字元间距 改成非常宽松 而且加宽间距至少6pt 那怎么样让他加宽 如果字元间距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在常用里面其实有很多功能 其中有个功能的话 基本上 就是 让你修改 什么呢 他的字跟字的间距 那字元间距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他的功能在哪里 所以我建议各位 可以尽可能的把上面的那个工具列上面 每一个功能 游标都移上去 他会跟你讲说这是做什么事情 那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 让你修改他字跟字中间的间距 他要6pt 6pt 6pt其实就是 6个point 6个点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是选他之后 选取的状态 然后点选什么 字元间距 那让你直接点他 他会直接 跳出这个 那其中 让你选 你要 让他非常紧密呢 还是紧密 还是标 一般标准长这样 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 当然你如果还没点 你会发现 我是觉得 PPT后续的版本还蛮不错 就是你油表放上去 他会告诉你大概多宽 如果松的话 长 非常宽松 你会发现 他会让你知道说 非常宽松 长这样 甚至你还可以其他间距 那因为题目要求是非常宽松 所以直接点选非常宽松就OK了 然后他要点一下 那当然他后面有个叙述 就是说 非常宽松 必须要加宽间距 只是6PT 不过理论上好像非常宽松 就是6PT 可是如果你假设 觉得不保险 那你可以再按下其他间距 他这个地方 就会显示出来 实际上 他的间距 就是6PT 有没有看到 间距值6PT 我感觉好像有点多识一曲的样子 因为他其实就已经6PT 他还叫你要6PT 不过当然为了保险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间距还不够的话 你还会再调大 比如说你6不够 你可以再把它改成多少 改成12 两倍 你按Enter 大概像这样 12 不够再拉宽 在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再 透过其他间距去设定 题目因为是6PT 我们就6PT OK 所以第2题就完成了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第3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1跟2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另外的话 请各位也顺便做一个变化题 变化题 因为这一题我是希望说 趁这个机会顺便了解大家一下 请你把那个王小明 改成你的名字 然后思考一下 我是 我有 有我能把它改一下 看看你有哪些 这个独门的 这个能力 OK 这个后续来思考 也就是说把 题目要的 稍微变更一下 也就是说有一些弹性 不需要跟这个正道考试一模一样 你可以延伸有点创意 但是基本架构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模拟一个情境 就是未来 如果你去面试的话 假设你将来毕业之后要找工作 然后呢 刚好那个面试的企业公司 他是希望说你提供一个 类似像新制图一样的自我介绍 然后并且把它转换成简报 那你应该怎么做 让那个面试 面试官 可以 就是眼睛为之一亮 觉得你拼拼能力实在太强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该怎么做 请各位 先 试试看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